一天晚上 斯内普履行着邓布利多托付给他的职责 熬制狼人药器给卢平 但今晚卢平忘记拿了 斯内普就带上一瓶给送过去 来到办公室发现人不在 但在桌上看到了掠夺者地图 卢平当时走得太急了 没把地图隐藏起来 斯内普看到上面标记着各种人名和位置 看到三小伙 小天狼心以及卢平的行踪在尖叫棚屋 于是奔向了打人柳 穿过长长的隧道来到了屋里 看到了青年时期 那两个捉弄他 差点让他丢掉性命的家伙 卢平说道 西弗勒斯 你得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 今晚阿兹卡班会迎来两个客人 我警告过邓布利多 你不可信任 而至于你 布莱克 射魂怪朝你可找得真辛苦 今晚他们可得好好伺候你了 一联想到射魂怪 小天狼心面色全无 但他骨子里看不起斯内普 气场不输 并没有摆出冤居的姿态 你 你得听我解释 看看 看看那老鼠 只要卢恩把老鼠带着一起走 我自然而然会跟着你 斯内普压根就不搭理他 号令全部人一起出去 哈利剑步堵在了门口 面对斯内普道 这个学期 我经常和卢平教授单独待在一起 如果他和小天狼心同伙 他早就可以动手杀了我 躲开波特 我才不在乎一个狼人是怎么想的 你这个可怜虫 难道就因为他们曾经让你难堪笑话 你就对事实的真相一点也不关心吗 你给我闭嘴 你什么都不懂 你跟你爸一样是个高傲自大的家伙 要不是刚刚我救了你 你早就跟你爸一样死翘翘的 一瞬间 哈利马上做出了个决定 抬起波长 指向斯内普 咒语直接将斯内普打到墙上晕了过去 他决定要听完所有解释 小天狼心就解释了当年和彼得对峙的真相 以及自己逃出监狱来到火格沃兹 遇到了赫米的猫 克鲁克山 原来克鲁克山一开始就嗅到 卢文的老鼠不是真的老鼠 整个学年以来就一直想弄它 遇到小天狼心的时候 也立马知道它不是真的狗 小天狼心就尝试和它沟通 别问我是怎么沟通的 反正就是沟通 得知它也想捉这只老鼠 于是克鲁克山就帮忙 偷走了纳威记录临时密令的纸条 给小天狼心 小天狼心这才能进入格兰芬多休息室 来到罗恩床前 手里拿着把刀想杀掉老鼠彼得 而后来床单上的血迹 是彼得咬伤自己伪造假死现场 他继续说道 只要给我那只老鼠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卢文犹豫了片刻 最后交给了两人 十二年来 背负着魔法史上最大的冤案和骂名 小天狼心那颗复仇之心 终于得到了完全的宣泄和爆发 彼得恢复了原生 在事实面前谎言不堪一击 他求饶道 你们不懂 大魔王太强大了 出卖詹姆和莉莉时 我是被逼的 我想活命 换作身体 你会怎么做 彼得恳求哈利放过自己一把 被两人拉开 准备下手杀了他之际 哈利则喊出了他们 决定把彼得交上去 也相当于救了他一命 因为他觉得爸爸 不会希望自己的好兄弟成为杀人凶手 第二个原因是留彼得的活口就能还小天狼心的清白 两位叔叔决定一切听哈利的 于是靠上彼得拖着昏曲的司内部 所有人一起返回学校 小天狼心在哈利面前正式洗清了罪名 从打人柳根部的洞走出来 这会打人了又怎么不打人了呢 其实根部有个软肋般的按钮 你一按他就不等了 虽然小天狼心能够堂堂正正的 面对身份的转变 在兵变未破了气氛中 他一时半会儿不知怎么表达对哈利浓烈的爱 哈利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我是你的教父 是的 我知道 你的父母选我作为你的监护人 万一他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哈利看着小天狼心 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心想 他该不会和我想的一模一样吧 我理解 如果你想继续和你的姨妈姨夫住的话 我意思是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的罪名重视被洗清的话 如果你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家 当然如果你不这么想 我也理解你的感受 你疯了吗 和你一起住 我当然愿意 我当然愿意 一瞬间 幸福之感充斥全身 哈利幻想着终于可以离开德斯里 逃离那恶号般的生活 和父亲的好兄弟在一起生活 这是他感觉和爸妈彼得最近的一次 他们的谈话突然被赫鸣打断 指着夜空里从云中爬出来的满月 月光照在了卢萍的脸上 只见他整个人瞳孔放大 浑身不受控着颤抖着 大口大口的喘着出气 小天狼心冲上来抱住卢萍 大喊道 快跑 快跑 混乱中 彼得捡起卢萍的魔杖 哈利处理武器脚线 但为时已晚 彼得化身成老鼠 逃走了 卢萍经过一顿挣扎 变成了一只狼人 把小天狼心跑得远远的 可能大家有两个疑问 第一 卢萍是不是看到满月才变身的 并不是 小说的描述是 此时恰好云开现月 是为了强调满月的出现 交代一下这个因果关系 电影则渲染的更加直接 表现为卢萍看到了满月 如果看月变狼的话 理论上卢萍闭着眼睛走路 这个病就可以避免了 或者躲在房间里 他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痛苦 很显然这个逻辑和狼人 每月变形的描述是相悖的 第二点 阿尼马格斯变身 是不需要魔杖的 彼得拿起魔杖 使得自己是荧幕效果而已 回到我们的故事 卢萍对天嚎叫 醒来的寺内府从洞中爬出来 正想着找他们算账 一看背后一只大狼 又迅速用身体护住三名学生 小天狼行突然从一旁跳出来 和卢萍撕咬搏斗 奈何体力早已不知 被卢萍举空摔在岩石上 哈里走上前去 用碎石去转移注意 在卢萍靠近之际 突然在远处听到了一声嚎叫 反应了一下奔向嚎叫声 离开了剑场 而受众伤的小天狼行 恢复人形 亮亮呛呛地走下附近的湖边 哈里追了上去 看到奄奄一息的小天狼行 尝试叫醒他 突然发现湖边结冰 一抬头 好家伙 上百只射魂怪 带着寒气来了 我们讲过 射魂怪的初级技能 不是一对一的 而是范围式稀气 你只要靠近他 就会觉得一语不快了 但是他们的必杀 他其实一对一的 他们会摘下帽兜 露出一张嘴 单独对你吸气 这时吸的是你的灵魂 这招叫射魂怪之吻 没了灵魂 你就相当于植物人 行尸走肉一般 毫无思想和意识 永远没有机会康复 这个危险性 卢平教授单独受过的时候 给哈里讲过 回到我们的故事 看到那么多射魂怪 哈里慌张地逼迫自己 想起高兴的事情 我要和小天狼行住在一起了 我就要和他住在一起了 随后喊道 但是他的守护神 根本没有成型 只是一层薄弱的光照 一下子就被破了 他跪倒在地 自身难保 任由射魂怪摆动 侧头一看 小天狼行被吸得 突然口中爆出了 一个蓝白色的光球 这个就是灵魂 哈里知道 接下来是射魂怪之吻 必杀机了 他脆弱的喘的粗气 请求道 他是无辜的 忽神 忽神 忽神忽畏 突然 余光捕捉到一道强烈的白光 亮了刺眼 而让他睁不开眼睛 嗡 嗡 嗡 仔细看看 光源是一个模糊的动物形状 放上了一环一环的光芒 驱散了湖上上百只射魂怪 他使出吃奶的劲 去辨别光背后的人 竟然如此想象 那个人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 最后便昏过去了 没过多久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笑意识 听到了斯内普和魔法部部长的对话 斯内普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现场昏迷醒来后 通过观察三小伙的行为 断定他们中了小天狼星的混响中 之后他找到三小伙 带回医院 捉拿上交了小天狼星 得到了部长伏击的梅林勋章奖赏 哈里听到后 嚷嚷着说 这并不是事实 无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言论 就被部长敷衍应付过去了 等到登布里多进来时 哈里和赫敏急跺脚 希望校长能出面重青 而邓布里多此前去见过小天狼星 愿意相信他的说法 但又无奈没有证据 不过他对赫敏提示道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你懂的 如果一切顺利 兴许能救下的不止一条生命 但记住 你们一定不能被看见 格兰杰小姐 转三下就可以了 哈里一脸疑惑 这校长到底在讲啥呀 紧接着赫敏拿出胸前一个项链 上面有一个沙漏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时间转换器 今年开学的时候 因为赫敏啊 想把所有的选修都上了 但有的课是同一时间段的 麦格教授对他的偏爱 促使他向魔法部申请 要了个时间转换器 给赫敏使用 所以在第三学年重课的时候 赫敏通过时间旅行啊 回到过去那么几个小时 完成同时上课的能力 邓布里多知道赫敏使用这个东东 所以要他回到三个小时以前 一圈代表一小时 去争取改变过去 拯救无辜的生命 于是乎我们看到 他和哈里回到了过去 也就是三小伙去安慰海格 竟然看到了自己 又听到毛尔夫说 听说这碰巧就挂了 脸上被抡了一圈 随后又跟到海格的小屋 继续观察 看到一旁的邓布里多就要来了 赫敏寻思这屋内的人 怎么不走啊 再不走就要被发现了 突然他摸到一个蜗牛壳 想了想 于是扔进屋内 砸破了玻璃瓶 又扔了一个砸中哈里的脑袋 打道警告过去的自己 有人来了 赫敏带着哈里躲到书后 看着自己躲在南瓜堆 不小心制造了杂音 过去的赫敏 疑惑地回头看了看 又离开了 趁这个时候 两人靠近巴克比克 用猎物诱惑 把他给带走 救散了他 带着他在打人柳附近等着 等两小时后 看到所有人从洞中出来 卢瓶变狼和小天狼星打了起来 被哈里扔石头吸引注意 此时的赫敏发出狼嚎 转移卢瓶的注意 救下过去的哈里 卢瓶奔向他们俩 一下子就被找到了 在关键时刻 凶猛的巴克比克赶走了卢瓶 救下了他们 下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救下小天狼星 来到湖边又看到了自己被上百个射魂关系 哈里回忆到 今晚 卢瓶 小天狼星 彼得掠夺着四人出现的仨 我觉得我当时看到的是我爸爸 一定是他召唤的守护神 只有强大的巫师 才能召唤出那么光亮的守护神 而赫敏面对即将出现的守护神 又不知所措 也不知谁会出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湖对面的两人 被炸干 直至小天狼星的灵魂被吸气 别担心 我的父亲会来 他会来到 the Patronus 任何时 正在那里 你会看到 哈里听我 没有人来 别担心 他会来 他会来 你会死 你会死 Harley both of you Harley exceto Patronum 原来当初看到的是自己召唤出一只成型的五路守护神 接着他们又看到了过去的斯内部出现把哈利和小天狼星带回城了 等待片刻后哈利和赫敏骑着巴克比克飞到了邓布里多告诉他临时关押小天狼星的地方救了他出来飞到中塔院 在小说中小天狼星语重心诚地感谢两人的救命之恩 但时间不多情况紧急 没讲多少哈利便催着让小天狼星快跑将来再见 等他飞走之后 两人跟着时间赛跑赶紧回到校医室跑啊跑 跑到门口的时候又看到了关上门的邓布里多告诉他我们成功了 小说里邓布里多说你们太棒了赶紧进校医室 因为这个邓布里多前一秒才叮嘱提醒赫敏使用时间转换器 关上门的时候又遇到了赫敏 他是能够理解这两人到底在干嘛的 等他们进了校医室 过去的哈利和赫敏就不见了 那么关于上面一整段时间旅行啊 看到了大家提出的很多疑问 在观影的时候 第一条时间线我们看到了四处莫名的痕迹 第一突然被砸破的瓶子和哈利的脑袋 第二在南瓜堆令赫敏疑惑的声音 第三突然出现狼嚎救下哈利 第四突然出现的人影救下哈利 当初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未来的赫敏 砸破了瓶子和哈利的脑袋 未来的赫敏发出了声音和嚎叫 未来的哈利救下了自己 那么在小说中啊 其实只有一处这种时间旅行痕迹 前三处都是电影增加的 如瓶变了和小金男星撕打起来后 是直接跑进森林躲起来了 没有攻击哈利这一段 也没有和平好将 以大可理解为哈利的我救我自己 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第一条时间线 巴克比克被斩首了 邓布利多和弗吉看到了 回到过去的时候 哈利救出了巴克比克 那么邓布利多和弗吉没看到斩首 那时间旅行结束后 面前的这个邓布利多 他经历了哪一个事件 如果他看到了斩首 但面前的哈利救下了巴克比克呀 如果没看到斩首 但面前的哈利明明却亲眼看到过 巴克比克被斩首 所以邓布利多脑子里储存着什么样的记忆 你绍来绍去发现还有更多的疑问 这个时候 欲试不绝 量子力学 解释不通 平行时空 包括为什么麦克教授会特意为了一个13岁的小孩 申请一个时间转换器等等 我的解答会让大家非常失望 因为小说本身并不是科幻小说 JK罗林后来表示 必须得承认 这一部内容有非常多的漏洞 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 所以整个作品这方面的底子就是不严谨的 做过度的推测和填补都是徒劳无功的 很难让大家信服 我就不浪费力气了 回答我们故事 第二天 哈利读知卢平要辞职 来到他的办公室 劝他留下 卢平表示 我狼人的身份已经被斯内普不小心暴露了 是邓布利多说服博法部 当初我是为了救你们 但第二天 学校将会受到很多家长的抱怨性 他们不会容许一个狼人去教他们的孩子的 我不得不离开 可是 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啊 没有办法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 所以我可以毫无愧疚地把这幅地图交给你了 好好利用它 卢平对一切都看淡了 似乎对其将的离开并不感到伤心 这只不过是他习以为常的狼人生活中 又一个小插曲而已 再见了阿里 能够教你真的是我的荣幸 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于是提着心里潇洒地离去 作为守护咒语的教导者 卢平未曾向哈利披露自己的守护神 实际上 他的守护神是一匹狼 一匹普通的狼 这是一种很有族群凝聚力 没有攻击性的动物 但对于卢平来讲 任何跟狼挂钩的东西 他都会感到厌恶和排斥 以至于在他释放守护神时 他会刻意不让守护神成形 哈利随后找到邓里多表示 我回到了过去 但还是让彼得逃走了 小天狼心依旧是逃犯 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而且教授 我昨天其实还看到特里劳尼教授 神经细细的说话 说什么仆人回归主人之类的 邓不利多解答道 未来的东西总是非常复杂的 而我相信特里劳尼 又预知未来的真实能力 那么这个预言中 被镣铐十二年的仆人 开天眼解读 指的是彼得 他不得不以老鼠的身份狗活十二年 今晚他摆脱了束缚 将会回到弗蒂摩身边 邓不利多继续解释道 哈利 你留下彼得的活口救了他 要知道 一名巫师救下另一名 他们之间就有一条命债的纽带 现在彼得欠了一条 你想想 弗蒂摩知道了 应该不会想这样一个仆人 回到他身边吧 哈利似懂非懂的愣着 不完全理解这番话 后来他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 竟然是一把扫帚 不单单是一把扫帚 而且是今年最新最快 穷人买不起的活努剑 其实小说中 这把匿名扫帚啊 在哈利的光轮两千烂掉之后 就匿名送过来了 被改到了最后 哈利此时收到的是一封信 我们讲过 哈利有一份 一直没有家长监护人签名的同意书 所以三年级啊 不能去附近的魔法村 那么这封信呢 是小天狼心记得写道 哈利 我和巴克比克都躲起来了 这把活努剑 其实是我记得 我还给你下一年的学校生活 准备了另一件东西 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帮助 请写信给我 你的猫头鹰会找到我的 哈利看到信封内 还有一页扬笔纸 打开一看 上面写道 我 小天狼心布莱克 哈利波德的教父 在此同意他周末的时候 去霍格莫德魔法村 异常激动的哈利 感受到了满满的 亲情般的爱 他迫不及待的士气着火努剑 当前最快的飞天扫兆 那么阿斯卡班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给我点赞 评论分享 欢迎点击关注 看到更多细致的影视解说 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 火焰杯 再见